大家好,今集的應急行動減寶室會和大家談談滅火水泵 上一次我開了一個坑,會和大家談消防車 現在是時候將它填上了 既然我們在這裡談消防車,而消防最早的職責就是滅火 我們就從為消防員提供水源的泵車說起 現代化的消防員是在1666年在倫敦大火之後成立 當然是之前有滅火機構的出現 當時任何要滅火,就是將水桶裝滿水後 直接將水桶裡的水泵向水源 效率低是無異的 直到1730年第一架手動消防泵的出現 它的原理是利用壓強,令水可以以直線形式射向水源 而將水加壓這個原理到目前的消防泵仍然使用 只不過是換了形式意義 直到19世紀中葉,手動式消防泵仍然是滅火的主流 直到1829年發明了蒸氣消防泵 滅火效率相對依賴人力的手動消防泵大大提升 只不過當時的消防員就不高興了 畢竟這個東西意味著不少負責操縱手動搖桿的消防員要丟掉飯碗 第一架實際可使用的蒸氣消防泵於1841年正式投入體用 之後隔了幾天,消防就將它打爛了 生產商表示哭哭 傳統消防員與蒸氣泵之間的戰爭 直到政府接管舊火機構為止 蒸氣泵就此成為主流 而馬拉得以取代人力成為運輸消防泵的中堅力量 第一架蒸氣消防泵的時代沒隔多久 1897年1月,第一架機動消防泵即現在的消防泵車誕生 除了20世紀的到來,機動車輛迅速取代馬 成為消防員港庫火牆的載具 內燃機則取代蒸氣機,成為消防員加壓滅水的利器 這個時候消防員分開了兩派 分別是美式以及歐式 它的最大分別就是我個人所知 就是消防泵的位置 美國人曾經將消防泵置於消防車的前面、中間以及後面 最後美國人決定將它放在中間 至於歐洲人可能有減於城市面積問題 歐洲的故事是遊客的美夢和設計消防部門的惡夢 可能那些郊遊亭拍了一架消防車已經位置不多 沒有那麼多空間在車側放在水口 因此最後決定將消防泵放在後面 就此兩大消防車拍下去形成 接下來的消防車都是根據這些圍欄本作出改進意義 又可以直到消防車會飛天為止 我們還可以在街上看到四輪大有水箱和水泵的消防泵車 這次我們說了歷史遊說的泵車 下一集我們就談一談 一個由戰爭武器變成救命力氣的車輪 沒錯就是雲梯車,敬請期待 本期節目已經播放完畢 歡迎點讚訂閱按完小鈴鐺之後 從片尾畫面之中選擇另一部影片繼續觀看 多謝 請期待